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刻我们来看这个作业体 作业体的要求是计算出严工的功率 其实和上面几乎一样 但是这次是要求把这个结果 给合成到一个单位 这个是分开的 那你说这个那就太简单了 我们合起来就可以了 对吧 那等于 sd 然后呢 开始日期 然后呢 结束日期 对 然后计算它有多少年 对吧 好 这是年 然后呢我们连接上 它的月分 有多少和月 月的话是ym 在连接上它有多少 tmd 那么就可以了 和后面的结果有点不一样 和后面的结果有点不一样 因为后面我们在被课的时候 当时的日期为4月7号 而现在已经是5月了 5月29号 5月23了 所以如果想和答案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想和答案一模一样 这个答案一模一样 我们把系统日期改成 2012年4月7号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不改了 好 好 那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灵 0815是什么意思 也有点搞不清楚 对吧 那么 林其实代表的是 明年 88个月 15是15天 也就是 陈明天 这个人 从录制到现在 在本公司做了 8个月15天 那么 为了让它容易分开一点 我们在后面 加上一点文字 比如说这里加上天 这里呢 加上月 这是年 说错了 最后这里 这是天 好 往下填充 就可以看到 明年 8个月15天 一年一个月20天 很直观 对吧 但是我们看后面 还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 是零的话 你就不要显示 零年 那么就直接 8个月15天 像这个一样 6个月30天 那么 如果 月刚好是 一年零个月4天 那么 那个零个月 就不显示 如果刚好是一个月 一年4个月 那么我们就显示 一年4个月 没有天就不显示 那么你这样 那么你这样呢 这样就更简单 对吧 这样的话 当然也可以 不是不行 但是这样的话更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只需要判断一下 那 当 算出来的年 为零的时候 当算出来的月 为零的时候 当算出来的天数 为零的时候 怎么处理就可以 其实都同意的方法 当等于零的时候 当等于零的时候 就不显示 不显示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把公式 改的更长一点 如果说 这条公式 一幅 它是等于零的 那么 就让它写事情 所以我只要 就继续按照 它原来的方式 进行做 就行了 那么 后面的也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那么我先把它去除 一个一个的看 当 这个 我们看一下 它是等于零的 所以 它最后 就应该执行为空 对吧 实际 结果就正确 结果正确 但是我们说 不显示 那么你就最好这样 它就什么都没有 否则的话 在后面 给它添加一个 就把它的结果算出来 并且添加上年 就可以了 那么以此类推 复制下 再连接月份做法 也是一样的 YM 还有这里 改成月 就可以了 看到八月 再脸上 添数 MD MD 还有呢 添 就可以了 这台公式看起来很长 对吧 其实挺简单的 它的逻辑关系挺简单的 往下添数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改成 二十 二十三 刚好是一年一个月 所以 一天都没有多 它没有显示 如果二十四呢 二十二呢 它就多一天 对吧 那么月份 你也可以改 可以了 好 我们就不改了吧 那么这个就是 关于功名算法 当然我们还是强调 这个不是最简洁的 不是最简洁的 后面我们学了其他几乎 你可以回头过来 再做以前学的 或者直接做一题 用后面学的这些几乎 或者学完了 你再来用 你所有几乎几乎 再做这些题 你就会发现 会有更简单的公式 那么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次